你好,我是千云,今天要说的书,繁体书名是 聆听寂静,什么是寂静,何处可寻,寂静为何如此重要 简体书名是安静 作者是来自挪威的探险家艾琳·卡格 同时她也是律师、登山家、出版人 她也是世上第一位徒步抵达三级 南级、北级、君慕朗玛峰的探险家 还曾经一个人在南级徒步50天 这本书《聆听寂静》写的就是这位挪威探险家 在徒步时、在独处时、在阅读时 甚至是在与家人相处时 产生了33个关于寂静的感悟 而这33个感悟都围绕着三大核心问题 什么是寂静,在哪里可以找到寂静 为何现在寂静比以往更有价值 世界的秘密就藏于安静之中 你觉得安静有价值吗? 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弄丢手机的一件事 准确来说当时是我的手机被人偷走了 因为对方偷走我的手机后就立刻关机了 事发的时间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原本是一个美好的周末 但心情很差 手机爆时后我没有立刻买新手机 而是一个人回到住处 星期六的下午小区非常安静 应该是很多人都出门了吧 当时我的身边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收音机 而且因为当时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 所以住来的房间里电视机也没有 当时我的娱乐消遣来源就只有那架小小的手机 我还很清楚那天下午到晚上的情景 因为心情很郁闷 我就一个人在房间里一直在懊悔自己的初心大意 当时突然觉得连房间都看上去是空荡荡的感觉 心情更是空落落的 夸张的说,那感觉就像是自己失去了整个世界一样 好像突然之间被这个世界给隔离开了 当我一个人试图消化并整理这种负面情绪时 渐渐的我发现周围传来很多的声音 那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留意到的细小的声音 那是电扇卖力去赶热气的声音 是滴滴答答时间在流逝的声音 是窗外那棵大树被风吹得沙沙响的声音 是小鸟在屋檐一跳一跳的声音 甚至还听到了啄木鸟正在啄木的声音 寻生望去,居然还有几只可爱的小啄木鸟 在窗外那几棵大树间飞来飞去 嬉闹追逐 渐渐日落,几抹斜阳落在树影之间 每片树叶都被照得金灿灿的 随清风摇曳 这幅祥和平静的画面 当时的我就立刻被治愈了 那是无论我刷多少次脸书 看多少的娱乐八卦 买多少的东西 与他人争论多少次的你错我对 都得不到的疗愈感受 想想如果当时手机在身边的话 怎么可能搁置不理 感到无聊时 我都习惯一定要制造一点声音 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那小小的四方萤幕里 逃避安静 是当时的我经常都在做的事 也许手机被偷是自然想给我的某种启发 这么一想 当时也就放下了对这件事的耿耿无怀 这也是当我读到书中为字 世界的秘密就藏于安静之中 所能联想到的事情 也是我认为的安静的价值 就是让我们真正的活在当下 而这个当下必将没有恐惧 孤独 难过 愤恨 哀叹 埋怨 也没有过度的亢奋 激动 而是在平静之中 体验游然而生的喜悦 安静存在于我之中 与世界断开联系 只有我自己 我们常说是手机 是游戏 是电视剧 是社交媒体夺走了我们的注意力 但作者却说 恰恰相反 是因为我们无法体验安静 这些东西才顺应我们的需求发展出来的 就如娱乐致死这本书说的 娱乐其实并非如此的罪恶不赦 但错误的是 我们往往都将所有事物 都以娱乐的方式来呈现 但娱乐就只是具备娱乐作用而已 娱乐呈现方式 都将真正的问题与真相 离我们越来越远 也导致我们逐渐被主流媒体影响 更习惯单一的思考方式 这也就造成我们对不同的意见 包容度也就更低 并且我们的专注力也就越来越短 现在已经很少人有这个耐心去细读报纸或书籍了 或者是单纯的与当下的寂静为伍 这也是为什么短短几分钟的短视频 如今越来越流行 因为人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声音 更多的画面 更多更快的感官刺激 这些都是顺应人们的需求演变而来的结果 而寂静恰恰是这种刺激的相反 你可能会想问到底安静是什么啊 静静坐着什么都不干就是安静吗 安静的对立面是运行着的大脑 也就是思考 如果你想找到安静 你必须停止思考 虽然作者没提到 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正念 正念也是最容易产生心流的安静 寂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可怕的 因为在绝对的寂静中 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 而一旦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 我们多数人的头脑更习惯的是在胡思乱想 过去的记忆以及不间断的思考 都将带走我们的专注力 就例如当时我的手机被偷走了 一个人回到房里的我 根本无心去留意周围的环境 甚至连窗外的景色变化都没有留意到 当时注意力只在不断思考整个手机被偷的过程 心底也一直在咒骂那个偷走我手机的家伙 还有对自己的一步流神就让小偷有机可蹭 感到非常的懊悔、斥责 但就算手机没有不见 平常我一回到房里 不见得是为了享受音乐 我的习惯会让我无意识的打开音乐 无意识的去让手机里发出的声音 驱赶周围的安静 并且迫不及待的进入到一个碎片世界里 那个世界里有各式各样的图像与声音 而且还可以随时切换到自己喜欢的世界 就如作者所言 这就像是一个新时代的精神鸦片 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脱离当下的真实 在另一个碎片世界里逐渐上瘾 停不下来 我自己曾经是脸书的重度使用者 那个时候还把阅读习惯抛出脑后 除了上班 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刷脸书 总在害怕自己会错过了什么事的 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内在空虚的表现而已 而且随着我在脸书停留的越久 内心的空虚就越来越强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我们内在的宁静 不断的被打扰的缘故 大脑里的多巴胺令我们不停的查看手机 一直处于不满足 一直想要往外寻找什么的心理状态 就例如原本我们打开互联网 是为了找一些资料 但往往找到资料后 我们还是会无意识的在网上继续浏览着 一回头才发现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 多巴胺循环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期待 寻找的循环会带给你比达成所望更多的快感 这也是一种喧闹 随之而来的是不安和负面的情愫 越是感到无聊 越是无法接受寂静 我们就越要学会安静 去观察这种无聊 如此才能打破内在那股空虚感 想要在安静中找到力量 停止思考很重要 我们常常都是边走边想 边吃边想 边做边想 但在寂静之中 我们最多是个观察者而已 观察你的内在 但不做反应 保持心平气和 就像个局外人一样 就如作者说的 唯有断开与世界的联系 我们才能真正的走入世界之中 作者曾经一个人到南极探险 我很喜欢他在书中描述关于南极的一切 南极是我去过的最安静的地方 我孤身前往南极点 在广袤而单调的风景中 除了我自己弄出的声音 没有任何别的人造的声音 独自一人行走在冰面上 深入无垠的白色王国 我能听到并感觉到安静 到了这里 我学会了享受小小的快乐 血缘上细微的颜色变化 风 云的形状 安静 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 大自然往往带给我们的安静 更具备疗愈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的心情一直都不好 一直都感到很郁闷的话 或是心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与其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 还不如到大自然里去接受自然赠予你的宁静 这样的宁静可以给你带来内心的平静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能让自己感到专注的事 作者在书中提及了 织毛衣这个活动带来的内心平静 这让我想起以前曾在通勤时 忙碌的星期一早上 拥挤的车厢里 多数的乘客不是在看手机 就是在闭目养神 不然就是在聊天 这时有一位看上去大概是五十几岁的富人 有别于其他人 她正在专心的织毛衣 在那个吵杂的环境下 你可以感受到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独特的宁静氛围 是那种只专注在自己的安静 而不是试图想要往外寻找什么 来自内心的喧闹 喧闹时常和一些负面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比如不安 攻击 争吵和暴力 喧闹常常体现为纷扰的声音和图像 或者转瞬即逝的想法 在这种快速流动中 我们很容易失去自我 这本书自数不多 字字句句却令人回味 作者在书中也分享了很多他在探险时 在徒步时 在工作时 以及在家中所体验的安静 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小书 很适合在睡前阅读 而且在读这本书的当下 有一股平静悠然而生 作者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需要特地到东方或西方去寻找宁静 因为宁静本来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只是目前我们一直受到各式各样的打扰 破坏了内在的安静而已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尽可能的往内去寻找这种安静 可以在每天醒来五分钟的时间 去享受片刻的宁静 而不是急着打开手机 让世界的喧哗立刻冲入脑中 也可以试着在家附近走半个小时 去观察路上的一切 冥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唯有通过专注 才能让内在的寂静与智慧逐渐清晰 最后以挪威人常常在生日派对上所引用的一句话 来做今天说书的结尾 那些来来往往的日子 我并不知道 那就是生命 今天的说书就到这里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快见面啦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点个赞 并订阅这个频道哦 谢谢 谢谢